聽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聽《細說人生》 我是鍾嘉慧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一個朋友阿清的故事 阿清前一陣子出外開會 和幾位多年不見的老同學得以相聚 他們讀書的時候 大家都過著差不多的生活 每一天的日子 都是圍繞著圖書館 課室和飯堂幾個地方 畢業之後 他們的生活就慢慢發生著改變了 在相聚的時候 發現他們已經過著完全不同的日子 阿清這次開會的任務並不繁重 所以他帶了小朋友一起去 他的小朋友年紀還小 所以照顧起來很麻煩也很疲勵 老同學見到阿清的小朋友 都很開心地和他們玩 一邊玩就一邊和阿清說 你的生活就最完美了 家庭事業兩俱備 阿清聽到之後就笑著這麼說 我的生活怎麼會是完美呀 這麼多年來都過得很狼狽 正所謂有苦自己知 每一天恨不得將自己分成四個人 去上班 帶小朋友 照顧家 還有偶然能夠出外放鬆 還要安排安排 要承受著來自多方面的壓力 我的生活怎麼會是完美如意呢? 聽到阿清抱怨了幾句之後 那些同學就說了 阿清你年紀輕輕已經是兒女相傳 家庭美滿 工作也很順利 升職也比我們快 住的屋也比我們大 外出旅遊的時間也比我們多 你是人生的贏家呀 阿清聽了之後 竟然無意反駁 因為他們列舉的都是事實 那大概就是當事人 和國外者視覺的差異了 阿清的舊同學所看到的 是他已經擁有這個年齡應該有的一切 但是對阿清自己來說 每一天要應對的 是數不盡的問題 要兼顧的事情太多了 身心俱疲 阿清雖然知道上天是眷顧他的 但是生活過得辛苦 亡亂也是現實 所以從來沒有把自己的生活 和完美兩個字掛勾 只不過 給同學這樣一說之後 阿清就換了個角度來反觀一下自己 生活固然是很疲勒 但是真的沒有什麼欠缺 可能完美 並不是說要一切盡於人意 而是要想一下 已經得到的東西 就覺得滿足 如果是這樣的話 阿清覺得他的生活是美滿的 其實如果可以這樣看的話 很多人的生活都是美滿的 或者可以說 對知足的人而言 生活就是完美的 之所以覺得不完美 大概就是因為 總是看到那些還未得到的東西 而不知足的心 在現實中 我們不能夠得到一切 無論是多麼成功 總是有一些東西 是我們無法企及的 所以 知足 有時比拼搏 更加能夠決定幸福 聽眾朋友 請我們都不妨看看 我們擁有的東西 而心懷感恩 而不是總是計較 我們未曾得到的東西 好了 我們下一次的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